洞房花竹叶,我看着新娘曼妙的身材,心里再也忍不住了,可没想到刚办完事,她却突然大喊救命,我叫刘刚,今年38岁,由于爸妈死得早,一直没人替我张罗婚事,所以我就成了村里的资深光棍。 我本身性格内向,一跟女孩说话就脸红,所以在外打工这些年,也没女孩喜欢我。 如今快笨似的我,在村里经常被人说闲话,他们都以我娶不上媳妇为借口,蓬若无人地嘲笑我。 眼看和我同龄的那些人,不仅娶了漂亮媳妇,还生了孩子。 说不羡慕他们,肯定是假的。 于是我一咬牙,决定到城里的婚介所,碰碰运气。 多花点钱无所谓,只要能找到愿意嫁给我的女人,我就心满意足了。 然而,婚介所里的红娘,见我年纪太大,给我介绍的全是二婚。 可就算是二婚那些女人,似乎也瞧不上我。 见我垂头丧气,于是红娘偷偷告诉我,刘先生,你要不要尝试一下我们新推出的一日新娘服务。 我一开始并不知道一日新娘是什么意思,直到听她解释完,我才明白。 原来,他们婚介所有一批特殊女性,类似于群众演员。 只要付给他们一定的钱,就可以扮演客户一天的新娘。 很多找不上老婆,又迫切需要撑面子的农村光棍,往往就会选择一日新娘。 他们一大早把人接走,然后带回老家结婚,整个过程跟正常结婚没有分别。 只不过,双方一不领证,二不洞房。 晚上等亲朋好友离开,女方就会结账走人,然后光棍在对外宣称老婆出去打工了,这样在村里从此就有了面子。 听红娘这么一说,我忍不住有点动心。 反正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真正的老婆,倒不如先找个一日新娘回去冲冲门面,这样大家以后就不会再说我闲话了。 见我有这方面想法,红娘马上趁热打铁,一次才六千块,你婚礼上随便收点份子钱就挣回来了,简直不要太划算。 我想了想,把心一横,那好吧,就这么定了。 接下来,红娘给我看了几张姑娘的照片,我选了一个最中意的,然后便交了定金。 过了几天,他们让我去领人。 见到小云那一刻,我眼睛都直了。 她看上去二十多岁,身材高挑,前秃后翘,皮肤白到可以发光。 她这条件放在农村,简直是仙女下凡。 而她也很有职业操守,很快就跟我办了婚礼,全程都非常配合。 邻居们看见我娶到这么漂亮的媳妇,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。 而我的虚荣心也在这一刻得到彻底满足。 酒席散去,我和小云被大家起哄得赶进洞房。 灯光下,小云娇艳如花地坐在床边,看得我一阵心痒难耐。 我单身三十多年,今天是第一次和女人共处一室,而且还靠得这么近。 要说,对她没一点想法,肯定是假的。 但是我知道,我们的合约也只限到这一步,等外面的人散去,小云也该走了。 站在门后,我看着小云穿着洁白的婚纱,忍不住咽了下口水。 小,小云,你累不累? 要不你先躺下休息一会儿,等闹洞房的人走了,我通知你。 小云见我如此拘谨,于是伸出嫩白的手指,冲我勾了几下,你过来。 我心情忐忑地走到她身边,正正看着她。 坐下。 小云拍了拍身边的位置,然后眉眼如丝地看着我。 她勾人的眼神,让我忍不住,开始心圆一马。 没想到我刚坐下,小云就用藕结一样嫩滑的手臂,轻轻勾住我的脖子。 好像,我瞬间迷醉了。 正在这时,她将嘴巴凑近我耳边,妩媚问道,想不想跟我假戏真做? 我真是做梦,也没想到,小云竟然会主动对我说出这种话。 她到底什么意思? 我明明定的是六千的服务,交定金的时候,红娘还特意提醒过我,六千只包括结婚,不含洞房。 可为什么现在小云会主动提出跟我入洞房? 在我思考的这几秒钟,小云一直在我耳边吹吐热气。 对于我这种正处在饥饿状态的单身汉来说,哪里受得了这个? 当时直接变得呼吸加重,恨不得立刻把她就地正法。 然而天生胆小的我,无论如何也做不出那样的事情。 没想到我越是这样,小云她越是主动。 不仅在我耳边发出娇媚的声音,玉手甚至还贴在我大腿上轻轻抚摸,我只感觉到无比的激动和兴奋,身体绷得很紧。 下一秒,我竟然出现了羞耻的反应,还,还是不要了。 我充满违心地拒绝了小云。 等她离开以后,我狠狠捶了几下自己的脑袋。 真是太笨了,刚才为什么不能勇敢一点? 就算真把生米煮成熟饭又怎么样? 大不了真的娶她就行了,那一夜,我彻底失眠了。 辗转反侧,为自己的软弱而感到遗憾和自责。 之后的两天,我越想越郁闷,越想越不甘。 娶不上老婆我认了,要是这辈子连女人是什么滋味都不知道,那不就白火了吗? 之前婚建所的红娘跟我说过, 她们的一日新娘其实有两个套身。 一个是六千的婚礼套身,而另一个是一万二的婚礼加洞房套身。 很明显,一万二的其实是可以和新娘入洞房的。 虽然第二天她还是会走,但,起码能给我一次夫妻之时。 我之前就是因为胆小害羞,所以才没敢选这个套衬,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有点心疼钱。 不过当我和小云经历过那夜之后,我的想法彻底变了。 小云身上又香又软,性感迷人,如果能和她共度一晚,真是死也值了。 所以一万二真的不贵。 想通以后,我决定再去一次婚建所,这次我想定那个一万二的套身。 而且我点名要小云服务。 红娘爽快地答应了,当天就让人把小云送到了我家。 因为之前已经办过了婚礼,在邻居们看来,小云是我老婆。 回我家自然是天经地义。 到了晚上,我再次和小云共处一室,没想到心里还是和上次一样紧张。 反而是小云像个经验丰富的猎手,主动上前引导着我。 听说你还是个处男,是不是真的? 我羞愧得点点头,你不会笑话我吧? 怎么会,我最喜欢你这种类型了? 小云说完,直接一个转身,竟然轻飘飘坐到了我腿上。 你的手要像这样,抱紧我。 她抓过我的手,轻轻放在自己的鲜鲜玉腰上。 真是又细又软,柔弱无骨。 这时,她又将性感的红唇贴在我耳边,要不要喝点酒猪猪猪猪。 刚说完,就从桌上倒了一杯酒, 自己先喝了一口,随后俯下身子,轻口镀进我嘴里。 又香又辣,令人沉醉。 小云牵起我的双手,开始扭动起水蛇腰。 她扭得性感迷人,我看得如痴如醉,喉咙发干, 身体里憋着一股火无处发泄。 终于来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。 小云开始当着我的面解开自己的扣子。 我的目光瞬间就直了。 生平第一次见这么刺激的场面,一时竟不知道该往哪看。 小云如野猫般扭动着步伐,一点点向我靠近。 她身上散发着迷人的香气,令我神魂颠倒,不知所措。 小云,你真美,我再也忍不住,上前紧紧抱住了她。 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,在我前脚刚刚完事以后, 小云马上就推开了我。 你干什么? 放开我。 小云突然变脸,一边拼命挣扎, 一边开始大声叫喊起来。 我直接吓坏了,往后退到墙边, 你,你这是干什么? 你强奸了我,你是坏人,我要告你。 小云不听我的解释,继续大声叫喊。 我吓得要死,要是被周围邻居听到, 我的脸该往哪放? 求求你别喊了,明明是我们双方自愿的, 再说我,我已经付过钱了,少废话, 你就是强奸了我,信不信我现在就报警。 到时候,拍你个十年八年的。 小云说着,已经从身上掏出了手机。 别,千万别,有话好说,你把手机放下。 我彻底乱了分寸,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。 不报警也可以,你打算怎么赔偿我? 赔偿? 我为什么要赔偿你,我明明已经花了钱的, 好,不承认强奸我是吧,我现在就报警。 小云再次掏出手机,并当着我的面,按下了110, 我遵纪手法半辈子,可从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。 要是因为这事,进了公安局那以后,在村里真就没脸呆了。 我吓得双腿发软,扑通一声,跪到小云面前,求求你别报警,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 小云见计划得逞,这才放下手机。 他冷着脸对我说,给我十万,这时候我不声张,否则咱们就法院见。 什么? 十? 十万? 我如遭雷击地看着小云。 天使一般的容颜,却有着一副蛇蝎心肠。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过来,原来他早就计划好药鹅我, 怪不得他上次就那么主动,上赶折响,和我洞房,原来是有目的的。 只不过我上次比较谨慎,没有重气。 可我最后还是没能忍住邪念,选择了自投罗网,最少十万,少一分钱,咱们就法院走着瞧。 别忘了,我身体里可是有你犯罪的证据。 一旦我报了,警你不仅得赔钱,还得坐牢。 所以你好好想想,现在给我十万和罚款坐牢,哪个划算? 小云的话,再次给我当头一棒。 我心里很清楚,一旦他真的告我强奸的话,那么我的损失肯定会更大。 搞不好真的要坐牢。 我都奔四的人了,等坐牢出来,恐怕已经成了老头,那这辈子基本就完了。 我越想越怕,加上小云的不断催促,最后我情急之下,只好答应他的条件。 十万块,是我打工这几年,存的全部积蓄,现在因为自己没管好下半身,而全部打了水漂。 我简直悔不当初。 白白赔了十万块,换谁都不甘心。 我越想越起,直接去县城找之前那家婚介索要说法。 万万没想到,他们早已人去楼空。 看来,这一切都是他们串通好的。 就是专门诈骗我,这种老实人。 我痛定思痛,决定去报警。 警察给我做了笔录,让我回去等消息。 时间一天天过去,我以为不会再有什么结果。 没想到突然有一天,接到公安局的电话,让我去指认嫌疑人。 我过去一看,玻璃后面的人,不就是当初讹我钱的小云和那个红娘吗? 原来他们是一个流动诈骗团伙,每到一个地方,都以婚介索的名义,向周围的农村光棍汉,推荐一日新娘服务。 一旦骗得差不多了,他们最后就会搞善大的收尾,然后逃往下一个地方。 而我,就是他们在本地的最后一单。